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翻演我有个问题 我们同时的旧教 也是这次新闻所做的民调里面 因为最近蔡总统民调稍微 跟韩市长领先幅度拉近 有很多不同的归因 说可能哪些因素 可能哪些因素 那包括昨天石秋兄 石秋大哥也提到说 我们大概有一个推论说 最近一个比较大的政治议题 就是陈同佳案 那拒绝让陈同佳入境 受审对蔡总统的选情的影响 我们来请教台湾的选民朋友们 认为有正面影响的只有9.8不高 认为有负面影响的高达46.2% 那没有影响的17.9 不知道没意见的26.1 是陈同佳案 我们的民调所显示的结果 那另外随后这个蔡总统 他亲上火线 他说香港人不审 我们中华民国的同胞朋友们 至于司法正义我们来审 那提出相对他的一些因应的回应措施 蔡政府应让陈同佳入境受审的认同度 你应该让他进来的认同度 非常认同29.9% 认同37.8% 这加起来已经绝对多数 不认同只有7.8% 非常不认同的4.6% 不知道没意见20.5% 第一个第一个 关键的部分就要输掉 来你的回应是怎么样 我觉得必须要先解释一下就是 标上面是写说拒绝陈同佳入境 你不能讲说是拒绝 其实我们从案发陈同佳逃回香港的时候 其实我们一直对于香港有一个司法互助 要求他说把有这个案件 那是不是说你们那边他已经跑过去 先把他抓起来 那是要在你们那边审 还是我们如果在香港审 我们都可以提供相关的 把证据移送给他 全部移送过去 那在这上面 香港全部从头到尾是已读不回 那为什么会出现说是拒绝 其实不是拒绝 因为香港林郑月娥要让他 就是说这个陈同佳要投案 要来投案的时候 他是用自由人的方式 就等于就像文家大哥你要去香港玩 我是自由行 那这是会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他是自由行 你让一个杀人犯 搭着一个航空公司的飞机 全机组上的民众要怎么办 那全机组上面的机组人员要怎么办 这是一个安全上的一个问题 疑虑 所以我们是不允许他用 不能说叫拒绝 但是他来台湾押解的方式 押解的方式必须是 譬如说你要用司法互助 其实如果我们没有跟江港有签司法互助 可是都可以用单一个案去协议 那发现了 那刚才民调显示 书对民进党处理这个议题来讲 比较给负面的评价 那您认不认为说老百姓在立地上 误解了民进党来说 真的 是的 我后来要做一些改正 让这些失去信心的朋友们 有一个再挽救他们信心的机会 你的回应是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 政府在第一时间 应该是要把所有的时间 顺序全部讲清楚 就像我们可能在后面才讲说 其实早在案发的时候 我们跟香港已经沟通 但他们已读不回 那在这前面 其实你应该第一时间把顺序 都时间点要讲清楚 然后再来因为司法互助跟押送回来 这个方法其实很多都是刑法上的一个问题 那当你在刑法上 主权上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法律不是大家都能够这么清楚的了解说 法律层面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 所以应该第一时间用口语话 告诉大家法律上面有什么样的 你也是认为说 第一时间要把他讲清楚 整个行政团队在立地上 至少在沟通的层面上面 应该有补强的 再补强再多一点 讲清楚一点 要不然就是就像刚刚我们的 不要可能网络上大家就说拒绝 其实不是拒绝 我们是不让他用自由行的方式 像自由人的方式进来 拒绝他以自由人 自由行的方式入境台湾 因为这是对于机组人员 还有乘客的一个安全上的疑虑 因为毕竟他是杀人犯 所以你认为说沟通的方式 应该细节包括顺序 应该更严谨更成熟 包括更口语化一点 尤其法律层面太过于饶口了 很多人看不懂 你用口语化其实讲清楚 讲明白 尤其对这个民调 来你给一个转核性的看法 我觉得是这样 韩国瑜是有策略 这件事情我相信 因为他摆脱了他的弱项 摆脱了港澳市政 摆脱了美国因素 不去访美 他就是藏着 把他丢了就是了 对 所以他只发挥他的强项 就是去造势 这也是他唯一的想象 你看他每天不断的在跑行程 在跑选举 然后他的最重要的主轴 其实是用非常难听的字眼在骂对手 然后把这个执政党骂到这个白白胖胖 骂到这个 反正就是骂到极为 那我觉得他的这一招 其实 以后不能用白白胖胖 他的这个招数 其实很清楚 因为蓝营自己的人 都觉得这个就是仇恨动员 他就是在挑起激化那个对立 让蓝绿壁垒分明 然后清掉中间这一块 不想投票的这些人 打掉你中间的 你只要中间的 不要去投参英文 或者是你选择不出门投票 不好意思 就是我韩国瑜赚到 所以中间这一个族群 因为听了韩国瑜 东骂西骂 骂到他很不爽 骂到你们蓝绿每天都在吵架 每天都在恶斗 而对于政治很失望的这群人 你只要不投票 就变相帮助韩国瑜 其实他的策略就是这么清楚 就是说把中间选民骂呆 骂愣住 不去投 另外一面提供给 譬如说可能不方便表态的 广义的他的潜在支持者 不好意思表态的 那表个态吧 因为中间这些 他们之前会选择投给 蔡英文的比例是高的 选择投给韩国瑜的比例是低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无论如何韩国瑜就是赚 他没有失 他只有赚 因为他的盘就是 韩粉这一块是牢牢的绑住 所以他发挥他的强项 以及他的确是打掉中间的选举策略 他的民调会微幅上升 没有错 但是是不是真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已经到9点 只差9% 9%完整 9% 就是刚好9% 那不过昨天也刚好有很多民调出来 譬如说美丽岛电子报 只加还是17% 有老师的 台湾民进力基金会 那其实这两家 其实他们都是长期的民 他们也都是长期民调 幾乎都是滚动的 对他们都是滚动式的 那所以那个看起来 他们的差距仍然是大的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 所有的民调大家都得看 对于说台湾民众党的支持者 将近4成6去投 台湾市长 这个我有点吓一跳 接下来有两个交叉分析 我觉得有一些疑惑的 第一个就是你刚刚提到 民众党在支持蔡跟韩的比例上面 蔡只有29.5% 韩有46% 这个违反一般认知 台湾民众党是科市长的支持者 那科市长的支持者 坦白讲我认为他们不会 不会比较大多数去支持韩 科市长有句名言 他说如果韩市长当选 晚上要吃安民药才却下来 如果蔡总统说 没那么严重吃镇静剂就可以 对就是说 因为科文哲的路线和形象上面 仍然会被视为是 光谱上是比较靠近绿营的 所以你说他的支持者里面 有几乎一半都支持韩 我觉得这个比较奇怪一点 另外一个我要提出来的就是说 在年龄层20到29岁 就是纯超年轻的这个世代里面 韩国瑜还那么高 我觉得这个违背一般认知 认知 因为所有20到29岁 最年轻的这个族群里面 因为他们在乎的事情 其实就是反送中 其实就是同婚 所以你说在这两件事情上面 他们要选择去支持韩国瑜 的比例高成这样 你常识上的理解有点落差 对 而且也背离跟其他家民调的交参 这个新木云这个部分 接受大家的挑战 OK好 这个徐律师已经到现场来了 稍坐一下 我问三位四位好一个问题 昨天有两位国民党的好朋友 但我不能跟邵廷讲是谁 这就内心一断 不要一直用个怀眼光看我 OK 他问我一个题目 我先来救驾示威 我们刚才看了民调 差距到9%而已 吕秀莲前副总统自行联署参选 你认为会达标过关吗 国民党两个朋友同样问我 来邵廷你会过关吗 给个答案yes or no 我觉得不会过关 来那个发言人 我觉得看韩国瑜韩正宁那边 帮他签署的状况是怎么样 给韩国瑜答案 我也觉得要看韩正宁 韩正宁那边每一张椅子上面 都放一张连鼠单名 来徐律师 不可能 不可能 那我告诉你们 两位国民党跟我修书 今晚很贵的牛肉麵 国兵饭店我吃不去 不是吃不去 不敢吃 这么贵 今晚你要300元 他说绝对会过 他说韩粉拼了命 在帮旅前副总统连鼠 就跟赵大哥的节目 唐湘龙两个立刻拿笔这边连鼠 我严重抗议 我不是我不支持 那个吕前副总统 我对他一定非常尊敬 吕傅也偶尔请我跟弟弟去 他那边吃吃面 聊聊他很多退休后的一些心得 但是这种扭曲民主的本质的事情 我认为大家都最好不要干了 我想这件事情对韩粉来讲 对韩国瑜市长来讲 绝对不是好事情了 就是温度金 好的 就这样 这种感觉 我说我们试试 就是这样